2019年正逢张大千诞辰120周年 中和堂编辑出版了张大千盛年期审品系列之八 《美人审品集》 以纪念这位21世纪以来 中国绘画史上最具全才画家的国画大师 中和堂从珍藏的诗女作品中 严格挑选了大师西友 及最具代表性的十二幀画 精心制作成画册式阅历 与有缘人一起 鉴赏大千先生圣延期的美女人物画 张大千 别号大千军事宅明大风堂 张大千所绘的人物 山水 花卉 灵毛走寿 与书法等各类题材的画迹 无所不能 无一补精 公笔 写意 泼墨 泼彩 公写俱佳 南北奸闪 张大千的人物画 在他一生六十多年绘画的三万多帧作品中 论数量可能不及山水画 但他盛年期含有中西文化 敦煌艺术色彩的公系重彩美女画 笔尖晚年的泼彩 泼墨画 造译及成就 有过之而无不及 尤其是五稀图 天竺歌姬等风华绝代 风姿农艳之圣延期美人画代表剧作 堪称张大千人物画中最为精彩的题材 他的侍女跟他的美人图 是他心目中最高档次的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他的创造作品 今天我展示在后面这些 左边的有两张 是他的墨登侍女 现代型的 右边是两张 是属于他的重彩的金笔辉煌 这几张基本都是他目前最具有代表性的 我认为有这种机会 可以同时在一个厅里面展示出来 美人神品集阅历分为四系列共十二帧 作品涵盖自1944至1949年间 盛年期的美女人物画作 多数作品为近800年来首次亮相展现 然后他代表出来的 他是有感情的 他跟一般的写作是不一样的 他把他的感情放在里面 他的女人基本上是有自我意识 非常强的 就跟我们现在的me too movement是一样的 你会看到当时我们明清画的四女 都比较属于那种病态型的 比较软弱的 污利的 你会看到他都比较高见 优美 中和堂希望通过美人神品集 再次肯定大千先生在探索 弘扬宣传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上 所达到的世界影响力 并宣扬他为现代中国化所做出的辉煌贡献 华夏电视台记者亚凯迪亚市采访报道